- 各位觀眾大家好,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,我是顧德投顧,高布杰 - 如果你現在在看節目,比如說你是12月31號看這個節目,那你看到的是下午3點半的節目,那相對的如果你是明天1月1號6日看到節目的人,5、6日看到節目的人,你可能是在下午5點半運動才氣才看我節目的人,可能是一些新觀眾,那相對的,我今天要交代很多的事情,那不管是下午3點半是最後一集, - 2015結束了,封關了,結束了,那2015是一個非常刺激的一年,準備迎接2016,那相對的在迎接2016的時候,它跟2015有很大的關聯性,我要強調,2015台股為什麼發展,全球股市為什麼發展,跟2015有很大的關聯性, 所以基本上,如果你忘記了,你不去想2015,為什麼會這樣的話,那你2016你要注意一下,那當然我要先回顧一下,因為有些新觀眾,可能是下午5點半的觀眾朋友,可能是新族群,我要跟大家講,股市裡面,在多跟空, 也就是說今年2015,在多頭轉空頭的時候,很多人是失去了方向,迷惘了,在高點的時候做到套房,但是往往呢,一個關鍵的叫做,多頭轉空頭,我俗稱的財富蟲分辨那個關鍵點,有幾個人能夠全身而退,有幾個人能夠全身避開呢,相對的,我要回顧一下今年,接下來就要交代2016, 也就是說在今年過年的時候,你想想看,今年過年的時候,是金羊年嘛,在過年的時候,我跟大家講,這個股市當時才9500,往上衝的話,你不要進去買股票,小心喔,今年,這隻羊會被老虎吃掉,會跌到七字頭喔,所以呢,今年是一個財富蟲分配的時間,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忘記的,所以呢,在今天的回顧的,這一年的回顧,今天一個回顧的時期, 我要請導播,把這一個,當時我跟大家講的,羊鹿湖口過年時間的節目,簡介給大家看,導播請放VCR,我認為基本上,今年啊,9500,你不要看行家9500,你要小心,我直接講羊鹿湖口,羊鹿湖口,這隻羊,你要小心,會跌到哪裡,基本上,我都很清楚知道,會先跌到這個位置上面, 會先來看這個位置上面,今年會先看到這個位置上面,但是呢,還有更低,我能夠在2月12號,過年的時候,預先告訴大家這些事情,那事隔了超過半年之後,你看到了,六個月後,跌到的時候啦,7203點,當初,規劃會跌到七字頭,那很多人問我,高普總,你怎麼可以事先規劃出來,因為我們透過 技術分析可以很明確知道,就像來資料人,我事先都規劃好了,會跌到哪裡,那我直接用這個,技術分析,會跌到這裡嘛,這邊,7700, 我不是算命先,我不是算命先,我是一個專業的操盤人,我是一個技術分析的操作者,為什麼我可以告訴大家,會跌到這裡,因為,我透過技術分析,結果呢,今年是一個財富重分的時期,你有避開, 我相信是一件幸福的事,相對的,除了過年時間,好啦,過年時間我提醒大家,來到四月的時候,真的股市從九天,往上衝的時候,我還是提醒大家,四月二十三號,我說,這一根這周線,爆量突破了,錢高,我說,小心爆量,爆量意義是什麼,我說,提醒大家,小心喔, 穿頭破低的,向下兩千點大行情,向下兩千點的大行情,我相信,這一路來,我是抱著一顆,我希望投資朋友不要套牢,不要進去買股票,我怕投資朋友,你會受到傷害,相對的,今年跌到七千兩百零三點,如果你聽得進去,如果我真的把你拉住一把,你會覺得,好感謝,真的,我沒有跳進去買股票, 而且避開兩千八百點,我相信這一張圖卡,我還是要把四月二十四號,回顧當天,我的VCR播給大家看,以示證明,導播,請放VCR,我必須提醒大家,除非下一周,還有更大的量,除非下一周,還有更大的量,不然的話,它會不會是最高點,如果不是, 沒有在更大的量的時候,那你要注意一件事,你要小心,穿頭破低,這個行情,為什麼會寫這樣,聰明的人,一定看得懂,我剛跟你講的,這個點位,會破的話,降下去,會怎麼樣, 一樣的,過了幾個月的時間,當時在這裡,好,當時在這裡,這張圖卡的位置,四月二十四號,就在這個位置上面,有沒有穿頭,破低,有,好,破低,相信,如果你能夠事先把技術分析看得懂的話, 你絕對跟我一樣,跟我們的會員一樣,避開這一波的下跌,那想賺錢的人,當然是往下放空操作,好啦,那談上來現在呢,2016該怎麼做,趨勢沒有改變啊,有改變嗎,有改變嗎,沒有的話,請順勢操作,我請你答,請順勢操作,相對的,又過了幾個月時間,來到7月的時候, 股市的脈動,你要看得懂,相對高漲在哪裡的時候,我當時在節目上,7月1號節目上,要告訴大家,六年的多頭一輪啊,股市大逃殺,整倍展開的,你要注意風險,我當時透過紀錄分析跟大家講喔,基本上背離了,要下跌囉,要下跌囉,結果呢,跌了2800點,這一段,就是這裡,同樣的,我還是要跟大家證明,我在節目中, 上,怎麼提醒大家的,老婆請放7月1號的VCR,這只是剛開始喔,既然剛開始,我用一個很大的標誌叫,股市大逃殺,這個就叫做,股市大逃殺,殺了五六千點,這個就叫,股市大逃殺殺了五六千點,這一次呢,還是股市大逃殺,那你該怎麼做,你應該順勢操作,當時你聽進去這個地方,當時還在9月1號, 9300,9400喔,好,短短的,應該說,不到兩個月時間,急殺了2000多點,那你避開,真的是一個很幸福,2015,只要避開這一段,甚至你想賺錢的,往下做這一段,你知道嗎,你可以第一個,不賠錢,第二個,放空可以賺到錢,那好啦,這一段才跌不到四個月,空投,多投結束後的,空投,難道只會跌四個月嗎, 我相信喔,這只是第一段而已,空投絕對相信,至少都有一年的時間,所以你必須提防第二段,因為趨勢還沒改變,整個趨勢都還沒改變的話,那你這一段,第一段沒避開的人, 我帶你避開第二段,如果你真的有障礙,你手上持股,不知道怎麼解決,你賣不下手,或者是,你不知道怎麼找賣點的人,我幫你處理,我帶你找賣點,因為會找賣點的人,絕對是一個,懂得放空的人,懂得放空的人,絕對會幫你找賣點,處理你的問題, 當然,我說了喔,今年2015,已經過去,已經結束了,當然呢,你要去看,這一整年,到底,這個分機師,這個操板人,他到底做的對不對,你來驗證嘛,年初告訴你財富重備,一整年的時間,我要怎麼做,放空操作,那你加入行列的人,今年加入行列的人,我第一個會帶你放空,當然呢,跌生會有反彈,我進去搶短多,有股票有價差,我絕對帶你做,我正明年一看, 因為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,我今年放空什麼,你要鎖定主仇,我說,中國半導體的崛起,紅潮來襲的時候,斬訊這家公司,必定衝擊誰,不用我再講了,大家都知道了,聯發科嘛,所以我今年的代表做幾檔,我說實話,你放空不要不要多檔,你只要好好的一檔,只要聯發科,透過技術分析,你可以知道,從結構,從產業面就知道,當然技術分析也會領先知道,哇,這是像這樣, 這個是上升洩行的末端,注意喔,我有這一段喔,當時啊,我提醒大家,那結果勒,過了半年的時間,這個位置,五字頭喔,還有五百多塊喔,這個位置就是這裡,結果勒,跌到腰斬,變二字頭,那證明什麼, 今年2015,你做對方向的人,你可以避開,下跌,甚至是反手放空,你可以賺錢的,你真的是可以賺錢的,所以我一直在講,財富重分析計畫,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住,但是今年,你沒跟上的人,你會覺得,好可惜, 你跟上的人會怎麼做,這邊照大一點喔,這個,496聯發科,佈空單,除息的第一天,376再佈空單,你跟上財富重分析計畫,你就會看到,從這裡起跌,一路,它就跌了,超過五成, 當然這是我今年代表作,還有,當然紅潮來洗,還有這個叫TPK,6月22,我說,哇,這個,這個,這個小心喔,你手上是有趕快賣,當時還在200塊喔,哇,居然腰斬,幾乎快要腰斬再腰斬,到六字頭,但是呢,財富重分配,我希望你不要被財富重分配,我希望股民不要被財富重分配,第一個動作,你需要跟上我腳,我代你賣, 我相信200多塊很多人賣掉了,如果想賺錢,不管是買在700,600,500的TPK,你想賺錢,我代你做,就這個動作嘛,來,給大家看,193放空,184.5放空,182再放空,你想想看,你跟上財富重分配計畫的人,你就希望能夠在股市裡面,賺你該有的利潤,它一跌就跌掉六成, 當然呢,我覺得這時候,這都不是大錢,真的大錢是這一檔,我說到喔,從技術分析,你可以知道哪些股票會暴跌,那你今年就好好鎖定,一到三檔不多,我持股就有三檔而已,好好鎖定它,這叫星象,我在1月5號的節目上,我告訴大家,這個頭肩頂形態,哇,這個,這叫逃命的形態, 當時我跟大家講說,第一目標要去來到這,第二目標要去看這裡喔,這叫財富重分配,你趕緊報名,在1月5號年初的時候,我說一整年時間,來,要一整年嗎?不用耶,跌到多少? 好,53.6,那你想想看,在跌的過程當中,如果你能夠掌握賣點,掌握空點,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0月25,在去年年底,我就開始佈局了,今年,146,這幾個空點,會放空的人絕對懂得找,幫你找賣點,那相對的,技術分析會騙人嗎?不會啊,頭肩頂形態,第一目標區,第二目標區在這裡,到底有沒有答正?有啊,真的有喔,所以你要把技術分析學好,但重點是往往很多人會, 但是呢,就不會用,很多人就用錯,那為什麼我們能夠在今年,成為市場最大的一家?我說到了,我今年的策略,2015的策略,除了放空之外,我不是一個死多頭,跌生的會有反彈,我們也同樣的進去搶短多,搶短多,你一定要有方法,而不是要隨便射飛鏢,那個散戶就會啦,我說放,反彈避勝劑,你搶反彈,要所謂的反彈避勝劑,所以當時呢,我今年啊, 我有進去搶短多過,跌到7200多,還去叫人家放空嗎?那叫死空頭,所以這一段,這叫友達,彈的三成多,那重點是,我進去搶短多的證明在這裡,8月21號,9.05元買進,但是會買,也要懂得會賣喔,當彈上來的時候,在9月14號, 11塊1,全數獲利出金,彈上來之後,因為畢竟搶短多嘛,搶反彈,為什麼?因為放,反彈避勝劑告訴你的買點之後,你要懂得找賣點,我說一個會懂得放空的人,絕對懂得幫你找賣點,所以呢,搶反彈,我們也會進去搶,這叫金店,我當時也去講搶反彈,談了四成啊,那,買進的證明在這裡, 給大家照大一點,金店8月21號,23.8元買進,證明了,有反彈,我絕對會進去搶,到了9月14,92點,29點2,全數獲利出金,全數獲利出金,所以呢,我一直跟大家講說,我今年在做些什麼事情,我們來回顧一下,你沒跟上,我覺得蠻可惜的,但是你想想看你的操作上,你能不能跟我們一樣,在今年懂得放空,也懂得搶短多, 重點來了,就算今年最後兩個月,你在拼紅包,我有辦法做價差,因為一個超,專業的操板人,他知道會,會發生什麼事,10月14日,我跟大家講說,蘋果熟透的就是摔,你要避開喔,當時我就公開在電視上跟你講說,來,我鎖定什麼,大力光單他沒有啦,太貴了,我鎖定可乘,10月14,當時還在350, 從這裡,到這裡,今天274,這一路來,會放空的人,絕對懂得幫你找賣點,幫你處理你手上五股票的問題,這一路來,可以將近,120塊的價差,我的證明在哪裡,來, 10月7號,350,放空,10月23,338,放空,他不是就是賣點嗎,11月9號,335.5,放空,他不就是賣點嗎,12月10號,320,放空, 最近這一次,12月23,2288.5,再放空,我一直強調,會放空的人,絕對會懂得幫你找賣點,這一路來,就從10月14號開始起跌,當時350,到了今天274,可以累積財富,我們講的,財富是靠累積的,靠你的差價,操作,來去累積財富的, 但是很多人是,不是在累積財富喔,做錯方向只會買買買,結果呢是,讓你的財富耗損,這是我代我會員的證明,相對很多人說,欸,高博總,我等公司放,發年終喔,太慢了,可不可以在公司還沒發年終之前,幫他自己先賺年終,有,尤其是這些退休組,他沒辦法年終怎麼辦,自己想辦法賺,在最後的階段,我同樣的可以帶你,在這個年底的時候,這叫F凱森, 今天再破底,禮拜五,禮拜四再破底,當時12月17號,重點是你有沒有跟上腳步,你沒有跟上腳步,你當然只能眼神真的看到他跌,你跟上腳步的人,你就會做這個動作,我會帶你做這個動作,因為你想要賺年終獎金,好,空完後,什麼叫年終獎金,很多人可能會,哎呀,放空,對嗎,會怕對不對,就是因為你怕,你需要一個專業的人, 帶你在股市裡面放空,尤其是2016,明年同樣的,你對自己放空,會有怕,會擔心,會睡不著覺的話,我強力的建議你,2016要跟上我的腳步, 因為我有得帶你,你絕對會睡得著覺,因為呢,你等得,等得接收,豐收的果實,就像,這幾個禮拜,兩個禮拜,跟上腳步的人,我說實話, 150放空完後,啪,大跌,破底,社會三千,再破,你知道嗎,150放空到135,再來,到禮拜四,130,這個中間的過程,放空,150放空到130,可以15%的利潤喔,可以15%的利潤, 也就是說,你有100萬的人,你可以賺15萬的利潤,你在等公司給你年終,一個月兩個月,你可能還沒有那麼多15萬,可以領耶,但是你自己想辦法的話,你自己想辦法的話,這個15萬,15%100萬可以,有15萬的價差,自己賺啊,自己想辦法賺起來啊,人家年終還沒發給你,公司還沒發年終,你就自己先賺起來,幾天的時間啊, 我會說,我連年底,我都在拼績笑,因為呢,我想為今年,畫下一個非常好的句點,這一些過程當中,我都讓你證明了,或許你是新觀眾,或許你是老觀眾,那老觀眾,你跟上行列了沒,你沒跟上的人,你其實錯失很多的機會,如果是新觀眾,那更好,明年2016怎麼做,你最好跟上我的腳步,為什麼,因為明年啊, 在這一整年的時間,2016你整備好了沒,新的一整年當中,你聽好了喔,我去年在,應該說2015的年初,我跟大家講說,今年的策略就是三個,叫短多喔,跌升之後會反彈,我也進去強版多,剛剛也證明給你看了,做價差,可能的價差叫什麼,我也證明給你看了,來2016注意聽好喔,新的一整年的時間,會有這幾個策略喔,放空, 戰略跟什麼,落底大飆漲的策略喔,你注意聽好喔,第一段沒跟上的,你要不要錯過第二段,第二段放空之後,後面有一個落底大飆漲,那個喔,你千萬不要錯過,那當然呢,在還沒落底之前,該怎麼做,我整備好了,我整備好了,我下個階段跟大家講,來我們先休息一下,稍後回來。 稍後,讓電視有無限可能,現在申請,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,數位超Easy,生活更Happy。 投資,獲利,雙指標,固德投顧,您信賴的好夥伴,我們的專業,幫您掌握市場脈動,我們的自信,幫您創造傲人績效,固德投顧,用心照顧您的財富,期貨股票雙震照,期股雙贏一把照,固德投顧,就是Good。 02-2578-3000,投資,獲利,雙指標,固德投顧,您信賴的好夥伴,我們的專業,幫您掌握市場脈動,我們的自信,幫您創造傲人績效,固德投顧,用心照顧您的財富。 期貨股票雙震照,期股雙贏一把照,固德投顧,就是Good。 02-2578-3000,2578-3000,我這次中了很多發票。 你怎麼知道你中了很多發票? 因為我現在用電子發票對獎,中獎之後他不再會寄到我信箱通知我,而且現在還增加了無實體電子發票特別獎,讓我多了很多中獎機會, 因為我發票都還沒整理好,你就最好獎了。 但是電子發票中獎了,怎麼就會社福團體啊?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,只要消費者告知店家,社福團體的愛心罵,發票,就會自動捐給他們了,請慢用。 賴斯堡是最認真、最專業、最了解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。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清澳、花博或任何需要協助時,總是義不容辭,全力相同。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。 這是我們立法院很重要的資產。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委員 來,2016新的一整年齁,你要做好整備,那相對的我會誠摯的邀請你這個,財富重分配新的一整年的計畫當中啊,先迎接放空的策略,如果你沒有先避開那一段,未來怎麼談一個大落底的一個,多頭的另外一個循環呢。 相對的這個,這個計畫裡面,在2015剛開始,我認為啊,我們要贏在起跑點,在今年2016剛開始時候,你就要懂得趕緊的,讓大家都在等,等什麼過年什麼之類的喔,其實不要等過年,第一季會非常刺激。 那怎麼這樣講呢,因為從技術面看到了一檔股票,注意看喔,這個難得找到頭肩頂形態的股票,哇,這個大頭部形態,至少一年的頭部形態,這是繼我當時,心象在去年年初,這個也有8個月的頭部形態。 當時我說,哇,這個真的是要賺大錢的,真的不要錯過這種股票,這股票真的是啊,會跌到這裡喔,那確實呢,到底有沒有,頭肩頂形態,到底有沒有跌到這裡,結果見真章嘛,有沒有,就跌掉7成,跌到這裡,所以呢,如果你想賺大錢的人,當然要鎖定那種頭肩頂形態,當初心象的形態,就是這種形態,而且是剛開始準備起跌的位置上面,好,那你記好心象的位置,好, 所以呢,這檔股票,我認為啊,你現在要賺大錢了,尤其在第一季,我認為時間非常快,這個形象啊,可能還跌了四個月,但是呢,因為明年第一季會很刺激喔,所以這個時間呢,因為它剛開始起跌喔,基本上這個時間不用太快,不用太久,真的不用太久,第一季你就會看到來到這裡,這個,這個階段,那這個階段至少都50%,好,50%,相對的,如果你今年, 錯過了很多機會,如果你今年,在你的總績效裡面,是賠了50%的人,不要泄氣,好,比如說100萬變到70萬的,不要泄氣,想辦法賺回來,怎麼賺回來,賺到50%,你至少就會從70%變到100萬, 這很現實嘛,200萬,賺到150,150怎麼去把它變回來到200萬,你就要靠方法喔,不是,聽來聽去喔,今年第一季會非常刺激,那相對的,我去年推出了一整年的, 財富重備計畫一年喔,我相信,跟上行列人在今天,在最後一天的時候,已經很有感觸,因為我們照了紀律在走,放空第一段跌了2800點,我相對也讓你看到一些,我們鎖定的股票,我持股不多,不超過三檔,所以呢,當今年啊,2016,第二段的放空策略,你要最好要跟上,因為第一段代表作,你沒跟上沒關係,第二段,這一檔,絕對不要錯過,相對的,你手要持股, 你最好避開,那何時落底,我也會進行第二個,階段,而是說,財富重分配,新的一整年的戰略裡面,如果你去年2015沒跟上,你2016最好跟上,為什麼,我可以幫你,除你手上股票之外,我還能帶你在股市裡面,賺你該有的差價,如果會有任何問題,歡迎跟我們線上助理,做個聯絡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,以往之績效,不保證未來獲利,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,投資人應獨立判斷,慎慎評估,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,獲利,雙指標,購得投顧,您信賴的好夥伴,我們的專業,幫您掌握市場脈動,我們的自信,幫您創造傲人績效,購得投顧,用心照顧您的財富,期貨股票雙振兆,奇股雙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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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把照,購得投顧,就是good,02-2578-3000,2578-3000,投資,獲利,雙指標,購得投顧,您信賴的好夥伴,我們的專業,幫您掌握市場脈動,我們的自信,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,用心照顧您的財富,期貨股票雙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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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立委 立庭 羅明財 感到打廟了 要改善心嗎 龍心專業銀行貸款顧問 02-6637-1353 龍心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氣疼 請用氣疼五分珠 五分珠 五好 一間堂起的是好幾個家庭 我不能說打就打 龍心專業銀行貸款顧問 02-6637-1353 龍心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們很好 非常好 我是Dr.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仁 讓香蕉皮變成抗熱衣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飯 看你像最好門啊 先拿雞蛋豆腐蔬菜 是 再拿白甜膠盤肉絲 即時開始 你讓我再搞我 五 六 三 二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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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啊 天啊